轻松偷到1.5亿 包子今天带来影片 瞒天过海美人计 今天是代比出狱的日子 因为受到前男友的陷害 他已经做了五年的狼 出狱当天他的身上只有45美元 但他身体里流淌着优良的偷到基因 只需要简单操作 他就能从商场里偷出无数奢侈品 顺便解决了吃住型的问题 显然代比出狱后不可能会进盘洗手 他找到了做甲酒的多年好友提娜 并输出了一个策划了五年的计划 代比准备偷一件价值1.5亿的钻石项链 看着代比这么自信的模样 提娜也加入了计划 如此价值连城的珠宝直接运来 肯定是行不通的 代比策划了五年的计划 也不会这么简单直接 大都会博物馆即将举行一场晚宴 博物馆发布会的主持人也会参加 此时代比和提娜找到了 早就欠下了一屁股债的知名设计师 以高格报处为诱惑 让他加入了团队 接着还找来了珠宝造假师 黑客 爬手和走私专家 接着便想尽一切办法 让设计师接近主持人 并为他设计了一件一定要搭配钻石项链的礼服 接着利用植物之变 接触到了保管钻石项链的安保机构 完成了租借手续后 设计师戴上了一副特制眼镜 这副眼镜可以收集项链模型 传输到3D打印后 将项链完整复制 黑客得知负责大都会博物馆 安保系统的主管喜欢狗狗 便做了一个可爱卡片 借机入侵了他的电脑 进入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安保系统 博物馆的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摄像机 唯独厕所门口 有一个小小的监控盲区 走私女加入了宴会的承办公司 在那里拿到了宴会当晚的座位图 值得一提的是 坐在主持人身边的男子 正是代表的渣男前男友 看来这个计划不只是为了一夜暴富 也是为了一雪前尺 到了晚宴当天 主持人戴着钻石项链 划了一登场 而安保公司放心不下 特地派了两个保镖贴身看守 提纳成为后厨师傅 他在主持人喝的汤里放了药 接着让爬手将所有厕所的门都锁了起来 只留下了最后一间 当主持人完全喝下汤 并要小发作的时候 主持人跑到女厕所狂吐 两个安保人员则被代笔拦在了门口 服务员甲也安扶主持人 趁机取下了他的项链 接着放回了回收的餐盘里 餐盘最终来到了后厨 而这里的洗碗工正是造假师 在拿到项链后 他来到了厕所拿出特制的工具 将项链拆分成数十件小手势 当安保人员发现项链不见后 他们立马通知会场 封锁了出入口 并要求所有人接受检查 而此时造假师还在拆分项链 一个检查人员走入了后厨 然而就在即将打开厕所门的时候 他们将提前准备好的假项链 放进水里又捡了起来 最终这场地毯式搜索停止了下来 珠宝师很快完成了任务 钻石油服务员从后厨运到了宴会 接着由团伙成员带着项链离开会场 项链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运了出来 直到假的钻石项链被运回公司之后 保管人员才发现了钻石被盗的事情 于是他们请了一个保险公司的调查员 开始调查项链的线索 另一边主持人找到了盗窃团伙 原来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女设计师接近他有所预谋 于是便故意装成傻白甜的样子 帮助盗窃团伙偷盗项链 还在调查员的面前隐藏了事实 他希望加入团队并分到一部分赃款 代币同意了 毕竟还需要他完成最后一个计划 当天晚上主持人来到了渣男的家里 假意再去宴会前缘 以小游戏的名义将他绑在了床上 接着拿出钻石放在他的衣物间里 拍了一张照 另一边调查员也被代币轻松收买 拿到了钻石的照片 他申请了调查令 果真在渣男的家里搜到钻石项链 这下正是跳进黄河喜不清了 当所有人都关注着 一条项链这么多人该怎么分的时候 代币展示了他的冰箱 里面琳琅满目的手势 原来在宴会当天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出出口时 代币和提娜找来了一个盗窃高手 将所有展出的视频都掉了包 黑客则负责制造假的实时惊恐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运出了保证所有人一辈子吃喝不愁的视频 影片的最后 黑客开了一家排球店 爬手换了一个新家 主持人则当上了导演 提娜开着摩托云游四海 每个人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 本片《满天过海美人景》 作为一部好莱坞大片 在剧情上低诱且不禁推巧 但在演员的配置上 那可是绝对的视觉盛宴 并且还有这世上最豪华的跑龙套阵容 由一闪而过的金家三前妹 又饱受热议的邓文迪 几乎每一阵都能发现惊喜 好了今天的gain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八字讲的故事